好 那這個講到這個擲杯 廖老師廟裡面說發生很神奇的事情 對 這個擲杯在我 其實神機在我觀音店 真的是非常多 那我其中來談到一件 就是有一個媽媽 她帶著她的兒子 然後就是來擲杯 那大概她擲了半個小時 都是擲杯 沒有一個手杯或是心杯 就一直擲擲 然後就擲到最後 她很緊張就找我的師姐 就說老師在不在 我想請問她為什麼都是擲杯 那那一天我剛好在我的辦公室裡面 那我就出去關心 那我就說媽媽 那你要問什麼事 老師 因為我好生 就是上個月才跟我說 她有交女朋友 女朋友又懷孕了 然後希望說趕快能夠辦這個婚禮 那可是剛好我們今年 就是她的爸爸 他們有開工廠 就是在擴展工廠 然後在擲工廠你知道嗎 那要帶母子很大 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她要籌備 她覺得說這樣時間不出現 因為她工廠已經開始在搬了 這樣子 那她就是來請示菩薩說 因為兒子急著要結婚 那是今年就來辦婚禮 還是說等這個她的女朋友懷孕 然後生完小孩再來辦這樣子 那她剛開始問就是說 先辦婚禮也比較杯 然後擲十幾個 比較杯之後她就問說 那是不是等生完小孩之後 再來補辦婚禮 然後去登記 然後來請親朋好友這樣子 來宴客 還是一直他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有時候我們的機率 是會有腳杯 笑杯什麼的 都沒有 就一直腳杯 那我說這樣子 那我幫你請示一下 那時候菩薩就告訴我說 要我跟信仲講 等這個孩子出生之後再看 不急著辦婚禮這樣子 對 那我覺得說這個兒子 他的兒子在旁邊很焦慮 那他又覺得要反駁 媽媽說這種事就辦一辦就好 為什麼還要問神明這樣子 那我就比較委婉的說 菩薩說不急 你們就一個先去搬工廠 把工廠的事情都安排好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來 那個先生 你就讓你的老婆 安心的生完小孩之後 然後身材也恢復一點 你再去讓他穿漂漂亮亮的 把他允許這樣子 好 那就很圓滿的 然後他們就放下心 然後就回去了 然後呢 過了差不多一年多 這個婆婆 她提著大包小包 然後就很漂亮的水果來拜拜 然後還打了一面金牌 我以為說他們辦完婚事了 你知道嗎 因為當初菩薩只這樣交代 我也沒有說什麼 那後來他回來之後我就說 媽媽 我記得你那時候來辦 那現在結婚會 他說老師 好 你菩薩有夠冷靜的 以前那時候他都不讓我辦 是 我跟你說 我們那個孩子是生出來的 就是剛才我們沒營 工廠沒營都沒去注意 也是說要來中辦婚內 結果這個孩子突然間就生病 那生病就送醫院要住院 然後醫生就要抽血 那抽血出來檢查 就跟他們全家說孩子的血怎樣怎樣 講到一個孩子的血型是B型 那我們家不可能生出B型 對 因為這個男生是他兒子是A型 他的媳婦也是A型 怎麼B型 這個阿嬤來報報這個阿嬤就覺得說 怎麼可能 他就問醫生說有沒有驗錯 怎麼會是B型 他說對啊 就是B型 結果他就請醫生幫忙做DNA 你知道嗎 結果這個孫子不是他們家的孫子 不是他們兒子的孫子 對 不是他們兒子的孫子 結果這件事情B型你知道嗎 結果就沒有結婚 然後因為他的兒子也知道說 這個孩子不是他的 他的這一個本來要娶的 這個女孩子欺騙他 他也不了了之就分開了 那他就說菩薩真的很智慧 當初如果說 他那時候說沒筆沒筆 沒給他娶 他兒子一定大鬧天公 一定還不知道事實 一定會吵鬧去結婚 變成家裡很不安寧 大家都知道宴血有多重要 結果菩薩這樣的處理 讓他事後可以把工廠安頓好 然後這樣子來圓滿 這個結果這樣子 所以他來答謝 那另外有個女信徒 也向廖老師求助說 他們兒子 你怎麼親生 對 這個媽媽剛來的時候 就是讓我們百思不得其解 就是說他的兒子壓力很大 就是在職場上面被霸凌 然後就是家裡都要靠他一個人去工作 那這個媽媽看起來也蠻年輕 然後爸爸也有來也蠻年輕 然後就一直一直說 這個孩子要賺錢養全家 那他兒子就一直說 我為什麼會出生在你們這種家庭 然後我壓力很大 我都被公司霸凌 那個同事霸凌 你們都不關心我 只要錢 只要錢 然後他就會突然搞失蹤關機 就說他要去自殺這樣子 那他媽媽就很擔心 就一直來觀音殿打電話 我說你來求菩薩 你來這邊拜拜這樣子 然後我說你跟菩薩許願 就是說希望菩薩能夠讓兒子人員 比較好 在你們的這個 他的公司能夠受到歡迎 然後後來媽媽就說 我可不可以帶我兒子親自來 跟先生一起 我們來求菩薩這樣子 那後來他們真的 一起來求菩薩 我還幫他們開箱請神 那因為他們說不要 不好意思讓親戚看到 所以我打了馬賽克 他們三個站在我後面 我就是在開箱 為他們開箱請神 請菩薩幫忙這樣子 那後來這個孩子就 工作就順利了 而且公司沒有不斷對他 就是說言語的壓力 或同事的霸凌都沒有 就順了 從此也沒有說要這個自殺 那他順了之後 他爸爸跟媽媽就常來拜拜 就說老師 我兒子現在比較順 我希望我找到工作 那我就輕輕地問媽媽說 那你先生為什麼 好像聽兒子說他沒工作 他說因為我先生 有嚴重的心臟病 他必須要做三個 好像動脈的 繞道 繞道 對 繞道的一個手術 他也很擔心 所以他現在沒有身體很不好 沒有辦法去上班 他就說那我可以求菩薩 讓我找到工作 結果他又來求菩薩 又拔杯 又聖杯你知道嗎 結果媽媽又找到工作 然後前三個禮拜 他就說他現在要動一個 這個繞道手術很危險 很危險 然後他希望我幫忙 他又來觀音殿 又求菩薩 希望他能夠平安順利 可是因為心臟是大手術 他也很不放心 然後他說希望老師幫忙求菩薩 這樣 我又幫他求了 結果他已經就是順利出院了 他的繞道手術都非常的順利圓滿 這樣子 那這個鬧青森的年輕人 你說你叫人員嗎 對 求人員求貴人 你也幫我們求一下 有啊 鄭大哥人員超好的 對啊 怎麼求 對啊 對 那個其實是可以求人員 這樣啊 對 我們求收視力就好 求人員 求貴人 鄭大哥根本不用 我去到哪裡 大家都說很喜歡你 我需要 廖師夠說話 真的啦